案发当晚 到底是谁看车装送两单 是你 我就是要让他争不容死 哪怕追到天涯黑枪 必须要坚守一方 你好 郭富城 欢迎来到BBC 你之前曾经多次来过英国 这次是带着新片全民目击参加英国万象电影节 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首先当然我是 我自己蛮喜欢英国 可能因为在香港小时候也是受英国教育 这种文化的一种背景来长大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回归祖国 然后在电影上面 其实我想在这一次能够去 透过全民目击一部电影 然后去参加英国这一次的一个电影节 对我来说 我觉得当然是很开心 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希望可以透过电影 然后更多喜欢电影的朋友 然后去有更多的交流 全民目击这部电影讲的是人性 有一些复杂的东西 你是如何理解的 我觉得全民目击电影是 它讲的是一个非常大爱的事情 然后所爱的一个不是一般的爱 这样的类型的电影 其实在亚洲上面并不多 然后里面是演一个检空官 一个内地的检空官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你要 因为我是香港长大 要去委派我去演一个国内的检空官 你必须要去 履行在这个电影里面的 这个检空官的一种 一种说服力 然后其实在拍这个电影的时间里面 用三个月的时间去把一些的普通话念好 近年来你主演的电影中 警匪题材犯罪题材可能比较多一点 当然也有像父子啊 最爱这种现实主义的题材 还有哪类角色是你特别想演的 其实对我来说 现在什么角色都希望能够可以去尝试一下 去挑战一下 因为除了自己年龄的增长 你会有很多的一些 在人生里面的一些阅历 然后你会有很多的一些 在电影创作上面 对于这个人物里面 也会有更丰富的一种体现 要去呈现在一个角色里面 去希望可以演什么像什么 这个是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想出我的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 演员的身份 我不想去重复自己吧 一直就希望可以演一些不同的角色 然后去跟大家去分享 这个角色里面的一些 他的角色里面的人生 要去启发大家在电影里面的一些 一些人生 一些看法 那你如何看英国电影 那英国有很多出色的演员 也没有这个机会去跟英国的导演合作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也要长缘分 最深刻的当然是James Bond 对不对 大家都所有的一些演员 全部都是属于英国派的实力的演员 然后所以自己在现在这十年过去了 当十年就是真正成为一个演员 就是这十年的光景 从2003年到2013年 其实这种挑战性到十年过后 可能对自己来说 希望有更多的空间 让自己从来没尝试过 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自己也去参与一些创作的部分 所以从今年开始 自己也想了上去剧本上面 去投放一些时间 就是继续创作一个剧本 这些方向都是里面的一些画面 可能会来自一些 属于英国派的一种感觉 像李安 贾张科这样的华人电影人 近年来受到很多国际关注 你觉得华人电影人怎么做 才能更好地打入西方主流呢 我觉得随着中国内地的 非常 扩展得那么快了 在电影的一个市场上面 尤其是在电影的娱乐方面 观众已经辨认说 电影就是他们大家 一个娱乐的一个 必然的一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电影在将来的 未来的因子里面 我相信在中国的一个电影市场里面 是一定很不得了 所以很多的电影人 在外国的电影人 大家都希望能够可以跟中国的 一些投资方一起合作 因为现在尤其在电影上面 也放放了很多一些 可能合作的一些规则 要让更多的一些国内的 或者国外的投资 就能够可以达成一个合作的条件 然后有更多的机会 有更多的演员 中国演员可以加入一些 在外国的电影上面 在英国模式上面 可以跟大家互动 所以我想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电影上的真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然后让更多观众能够可以 加入更多的大线的制作 因为我想如果有加入一些外机的一些 投资在中国电影上面 肯定会让整个制作上面 有更完善 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些 元素在里面出现 然后观众肯定是受益者 优优独播拓 ip 最后的时间 应该也感谢 有更多的 incidents 所以我们将有更多的 有一种 可以 有更多的我知道 有更多的 电影子 我们可以